这是中国举重队最近举行的一次队内测试赛 整体模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在庭举的第三次试剧中 吴美景失败了 这一幕和2004年那场奥运会决赛几乎一模一样 当吴美景还在福建省队时 陈文斌已经是他的教练 2002年 他把吴美景带到了国家队 但这个弟子却让他最费心 那里的检讨数他最多 跟其他的国家队队员不同 吴美景对胜利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 他喜欢喝茶 喜欢摄影 而对于举重 举重项目还是太枯燥 你天天这样子就跟煮咖啡似的 你咖啡煮出来了 最后剩下的是渣 但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 在连续两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男子56公斤级比赛中 吴美景取得了三项冠军 世界锦标赛的美景都拿了三项冠军 抓住停举总成绩 而且整个趋势也在上升 训练水平美景达到了300 比赛最好表现出292.5 而在56在当时可以说后面没有人 没人超过他至少比第二名要多出5公斤以上 除了木特鲁以外 其他的对手都比他要第5公斤以上 陈文斌所说的木特鲁 是1996年和2000年两届奥运会 举重56公斤级的金牌得主 曾经四次夺得世锦赛和世界杯的冠军 在举重界被称作神童 现在的记录三项还都是他的 2003年木特鲁改向主攻62公斤级 因此在雅典奥运会之前 吴美景和木特鲁从没有在大赛中相遇 2002年到2004年奥运会前 我所比的赛冠军我全拿了 但是有个前提 那时候是没有木特鲁的存在 从训练和比赛成绩来看 木特鲁的成绩要比吴美景高出不少 吴美景训练的平均成绩是300公斤 比赛时的最好表现是292.5公斤 而木特鲁在56公斤级比赛时的最好成绩 却是305公斤 雅典奥运会 木特鲁到底是参加62公斤级 还是和吴美景竞争56公斤级 没人能够准确地预测 去之前还不知道木特鲁是报哪个级别 我们到希望他报62公斤级决赛前 木特鲁出现在参赛名单中 我们最后看报名 已经了解是打56 打56那么对美景来说也是一个打击 奥运会的时候 木特鲁就出现 因为他毕竟是神童 当时心里面就犯低估了 第一项抓局比赛 三次试局 吴美景举起130公斤 木特鲁举起了135公斤 他5公斤 他事实那天是赢了5公斤 抓了130他抓了135 但其实这时候还没输 5公斤的差距 吴美景能否打破 举重神童的神话 接下来的停举比赛 又将会有怎样的表演 木特鲁的最好成绩是160公斤 而吴美景的最好成绩 是157.5公斤 应该说是可惜的那一把 吴美景所说的最可惜的那一把 就是停举比赛的第三次试局 如果他能举起165公斤 将超过木特鲁 保有冲击金牌的希望 我在举之前 我脑袋瓜里面 有种感觉 好像不可能能拿到 就不可能战胜它了 但是等到我看到它没起义以后 那我又忽然又有一种希望在那边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已经有起伏了 整个状态就没有之前那种感觉 我地上马其实很轻 就可能是因为太轻了 也太想赠 太想赠上它了 反而让我一下子 那个在上庭的时候 就撑不住 当然第一个想象是可惜的 很可惜 幸福来得太突然 没把握住 可能来这种感觉吧 我跟它之间 也就是那唯一的一次机会 三次试举 两次失败 虽然木特鲁的最后一举也没有成功 但五美景还是只能以一枚银牌 接受了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会 雅底奥运会后 训练场上的五美景更加投入 在56公斤级的级别上 它依然拥有过人的实力 它期待着和木特鲁的下一次相遇 期待着在2008年的北京 超越自己 我经历了这个2004年的奥运会 它给了我很多 我平时做得不到的 那我现在是更期待同伴 因为我现在进来做了很多的职位 准备去迎接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